美甄姐恭喜 恭喜你 美甄姐 来 小心小心 慢慢走 好 我们能不能互送你一场 来来来 我们第一手就是知道说 恭喜你说 你终于得到了 这家女配角 现在心情如何 我真的是一时之间转不过来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 我今天会得奖 为什么 你可能会是谁 我真的以为是 因为我刚才也是有讲了 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们 可以得奖 对 美甄姐 是 就是戏里面的女儿 他没关系真的是演得很棒 所以这一次就用过江新娘的 那个角色得到美 因为我们刚才其实 也有反问到你的角色 他就是说 只要是过江新娘的拿 他都会很开心 谢谢 对 谢谢 那有没有 待会要怎么去庆祝呢 我还没想到 顺其自然 等一下看有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你刚才讲那个 得奖感言的时候 有漏谁还是什么 漏掉了 其实真的要感谢的人 很多很多 就是要感谢 我们新传媒这个大家庭 也要感谢很多的观众朋友 这么多年都一直的在支持着我们 真的是谢谢你们 没有你们也没有我 好 我们再看接下来过江新娘 还会得到什么样的奖项 我们把时间交给另外一边的吗 没有 没有 我们现在还没有 我们现在预测一下过江新娘 下一个可以得到的奖项会是什么呢 当然我希望我们过江新娘 都可以宣布上台领奖 最参加戏剧最参与主 全部都得了吗 太贪心了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但是最希望哪一个奖项 我是男女主角 男女主角最佳戏剧 当然最佳戏剧 十大那都是坐在台下 那如果今年给我上台 我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 所以还是乖乖地坐在台下吧 然后为女儿鼓掌这样子 还是很希望 前方可以得到这个十大女 希望希望 希望她可以上台 真的是母爱好味道 我一直看到有条件 就叫个观众朋友在投票 投票给女儿 那梅娇姐 就是你现在挑战了这个角色吗 你觉得接下来 你还想要挑战什么类型的角色 其实很多角色我都有引过了 还没有想到说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我喜欢演的就是那些 比较自然的 就是很生活化的那些角色 像扩张性那样 里面的那个角色 对 那个也是非常的 而且我发现到 最近其实还蛮多 就是可能姐弟恋的 哦 见不介意啊 那个如果叫我演 可能我真的是很不习惯 我是一个害羞的人 保守的妈妈心吗 是 如果真的啦 他必须要的话 你会选谁做你的另外一半 哦 我真的不知道 年轻的一半 你一定要选一个 然后我们要把事情 转给另外一遍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在想折通 折通 何门思明 可以做我儿子了啦 对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B ène 我紧张 好